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Vicky Wengman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Arnold Hello,Arnold,你好 見到今天市場先升後跌 主要股份方面,有些支援股份 今天都升得特別多 先跟Arnold談談國壽 看到已經發了刑期 預料到去年,盈利升4倍至4.2倍 計算2018年,全年順利大概是113.95億 所以這次的盈利大概是592億 看回首三季的順利是577.02億 意味著第四季只賺了15多億 其實是否算是好呢? 留意國壽在去年,或者很多來險會 在去年,盈利增長的最大動力 是來自內地的稅務改革等等 所以在第二方面,留意除了稅務改革之外 也牽涉著受惠投資收益的上映因素 這個是很多來險公司上年賺錢的最主要原因 就算無論保單賣成怎樣也好 都是會有錢賺的 多和少的分別 第一方面,稅改方面 第四季,我們看到效應開始越來越少 而最重要是投資收益 其實你看看A股第四季上 對比上年第四季的時候 其實不是特別升得多了很多 其實投資收益上是比較傻少少的 所以你說第四季的盈利壓力 固然沒有太大的衝勁在那裡 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方面 都是確保全年盈利能力 穩定增長 而最重要的是,其實比這個藉口 市場繼續去看好犯局 在今年,我們也看到A股的整體表現是50多 這個會是未來A股的增長動力 其實在國壽出現業績之後 即使出現了型氣之後 未來的業績,大家也要關注 因為其實除了新業務價值增長表現 因為在低基數下,新業務價值增長表現 大家都預算是一個雙位數字增長 但留意一下,未來業績還要關注 就是新業務價值利潤率 最擔心的是國壽經常買一些短期回報的訂單 所以就算在業績做好一點 或者投資收益受毀 但是如果只是集中做一些短期的保險產品 最擔心的是新業務價值利潤率會跌 因為通常短期保險產品的利潤率水平相對比較低 這會導致今年隨時業績有一個變動 但是如果在業績上看到 新業務價值利潤率仍然是持續改善 這對國壽來說是有幫助 所以國壽的turnaround概念現在還沒有改變 但老實我覺得 對這份營起上也不要過分解讀 其實始終在營利能力上 都是大致上符合市場預期的 我想短線方面 特別今天看到 市況氣氛不是太配合 國壽可能在未來 我覺得都是在22至23元這些位置整固 有貨的固然繼續拿著 但是需要不需要馬上 未買的馬上要這些位置衝進去 我覺得未至於 相反地看股價短期 可否保留在上升通道中 如果要看上升通道 從去年10月份開始 至今延伸著一個不錯的上升通道 但你看到中途寬之外 其實現在還在中間位左右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買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份22元以下 至於有貨的 以通道底部 21元作為止攝位 如果不跌穿的話 國壽始終暫時 有很多內險股 是有個中線投資價就在 好啊 除了國壽賣焦點股份之外 其實今天看到 中移動也升得很多 早上的時候 曾經看到它升半成 看回就是因為大摩 都唱好它 大摩就覺得 中移動可以借做5G的發展 佈入幾年估值的提升週期 更加大升目標價 原本由目標價的65元 升三成 目標價看到85元 其實去年年尾來說 中移動一直都比較弱 是否真的好像它這麼正面 今年可以看好一點 其實我們都看到 整個目標價 就突然間吞高很多 背後說的原因 都是說一些很困擾著 行業的負面因素 他們看會慢慢地膽化 譬如大家很害怕 在5G現在說的投資期的時候 隨時說這些三大電訊商 其實資本開支要急升得很厲害 但我們看到譬如三大電訊商 實際上在5G期當中 投資金額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但其實老實地說 在過去業績上 我們看到5G的資本開支真的不多 但問題就是 其實最關鍵 是全年業績 對於今年的資本開支展望 會不會有爆發性上升 這個會是一個人有 實際上5G的資本開支 到現在市場都是半信半疑 顧顧下的狀態 所以就算大摩 一份報告他們覺得 資本開支未必會太大 首先第一方面 指標性不會特別大 第二方面就是提速降費 那些相關負面因素 其實你在內地這幾年來講 電話費 在月費價格上的確是跌了很多 整間大電訊商 我們都看到 無論是4G的ARPU 或者是整體的ARPU 按連這幾年 每年都跌了一個 差不多一成至兩成的跌幅 的確電話費是便宜了很多 但問題是內地 推行5G 或者現在經常見到 什麼行業都有數據化這些跡象 其實提速降費的因素 會不會完全反映了沒有 甚至未來一些5G計劃上 會不會月費都會跌得很厲害 或者實際上沒有錢賺 其實留意這個風險因素仍然存在 所以ARPU 見底回聲的憧憬一直都在 但是不是真的做到 其實大庵報告也看不到 有什麼太大的說服力空間在 這些憧憬或者講法 看好的時候是講這些 但實際上是否真的做到 可能真的要講中移動出業職 即是三月份的時候 又或者內地兩會的時候 你一強講話 講今年可能特別是電訊行業 提出降費的政策 因素會是怎樣 這些也是關注的因素 如果未來 例如一個人跟你講話 繼續提出降費 可能上年要減價兩成 今年沒那麼多 還要有效地降低 令到ARPU回聲的衝勁畫面 其實中移動要去到大行 看到的目標價 就是非常困難 其實很老實講 中移動的股價很低 但是你用現階段的價位 例如70元這些位置計算 PE就十倍 不算貴 但股息率其實都是4.7L左右 這個股值吸不吸引 很大程度就是取決 在全營業績的時候 它增加排息比率 而它增加排息比率 又是好看回剛剛講的第一個因素 就是5G值半開支 是否真的會上升 但很重要 令到公司有足夠的現金 可以應付增加排息比率 而這方面是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大學檔報告出來 的確說 對股價有正面作用 看到85元很誇張 但實際上要見到85元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也未必有這麼大的追落後空間 所以短線70元這些阻力位 今天突破不了 我都不夠過太大的期望 中移動今天是借著中移動 夾回大思想來 但其實市況表現氣氛 是真的一般 所以我覺得要駁中移動 突破10元的阻力位 我覺得直播率不吸引 相反如果你是在低位之前 貪心或者是薄了的話 如果有一成的賺幅在的話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考慮 開始直走壺先 好啊 都看完市場 看到中午收市前 恆指都要跌百多點 其實今早早的時候都破位 但最終看到它的阻力都很大 都要跌百多點 接下來都要看回新年價 其實是不是新年價之前 會不會說恆指都很難最後突破呢 其實我本身看是有條件突破 但是你看看客觀因素 暫時是難的 因為市場最憧憬 短線有些大的利好消息 就是今天內地公佈的LPR 就是貸款基準利率 希望再降下去 但其實看到就沒有變動 這個不是一個抄襲跡 就遲早跌 但問題是短線 我們是欠缺了一些上升的隱憂 你過多一兩天 北水又會停 假期氣氛味道就會相對比較濃厚 放年新年假期回來之後有棋子結算 短線方面再向上升的動力 我們的確是看到慢慢地轉弱 但我覺得雖然升不到上去 今天甚至你看圖表形態上 好像一個穿頭破腳的跡象在 但如果短線方面 K1這條十天線流上的話 我覺得未至於急於減持主 但客觀點看的確的上升動力轉弱 現在整個月走了1300波幅 可能你真的有機會接近差不多 所以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覺得普及官網態度 你說有課的 我會建議價主 始終沒有太大減持的誘因 但是如果一直都是薄盡 等著薄盡 而這一刻都未入市的話 我覺得不妨也看看假期 或者這段時間普及官網態度 最後跟大家看看港股的中午收時情況 剛才看到行指跌113點 在28,942點 國企指數跌18點 在11,401點 大股成交有641億 亦和阿娜新報復 有沒有遲到以上提供股份呢? 沒有遲到的 謝謝 今集節目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